北約峰會在美國時間九號正式展開 美國總統拜登 更向各國領導人致詞表示歡迎 由於近期美國總統拜登常犯迷糊 包含說錯話或迷失方向 不僅讓外界相當擔心他的健康狀況 但隨著遭黨內逼宮退選之際 拜登試圖勵網狂瀾 白宮甚至幫他提前準備了超詳細圖解 但卻還是出了小球 就是這句沒說完的話 拜登在準備頒授史托騰伯格榮譽順章時 明顯地從讀稿集中唸出了三字提示 不過台下拍手聲太熱情了 人群用歡呼聲淹沒了這場小尷尬 這次拜登也在會中重申對烏克蘭 將全面支持 此一事件密切受到國內外盟友關注 其實拜登這次北約峰會狀況大致良好 說話聽起來也更有力 反觀上個月底 在2024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會中 表現卻差很多 另一方面 九號美軍證實有一名海軍水手 企圖偷看拜登健康紀錄未能成功 高齡八十一歲的拜登準備再戰美國總統大選 成為全球重要領導人物 拜登的一舉動成為全球關注焦點 三零新聞是國外林紫棋綜合報導